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索菲亚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几天天气都变得很寒冷 突然间降温 地里头种的东西呢 怕它们冻坏了 我就拿这些塑料的盒子给它们扣起来 这样看上去还好 没有给冻坏 现在把这些盒子给它们拆了 由于我们这里的天气呢 变化多端 突然间它就会变热 也突然间就会变冷 所以种东西在地里头呢 受的影响非常的大 要经常观察天气的变化 我今年地里头种了很多花生 因为呢 这边呢 想吃到新鲜的花生呢 不太容易 所以呢 我就想种些花生 花生呢 一年收成下来 然后再拿它做种子 再继续种 这样子收获也挺多的 我还种了些荷兰豆 还有苦瓜 现在帮它们搭个架子 因为荷兰豆长得很快 荷兰豆呢 它不怕你动 它继续还在涨 所以现在呢 都给它们搭个架子 我的方法呢 就是很简单 我是在HOME DIPPER呢 买了几块铁丝的那种网 然后呢 用上八条木棍 给它们架起来 以后 把那个铁丝网 给它绑上去 以后 这样就可以成了一个架子 我每年呢 会把它拆下来 往后 每年再把它放上去 简单 而且也很容易 我一个人 就可以给它做好 每年基本上 都是我自己 去给它做一下 因为不难 很容易 我这边是用的 三块 那个铁丝 就是网 那我就要钉呢 八条棍子 每个棍子呢 就交叉的钉起来 这样子就稳 变成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的稳定性 所以这样子就会很稳 因为有时候 一吹大风 会把它吹 怕把它刮倒 所以呢 这样子 给它钉成一个三角形 它就很稳 我现在要钉 八条这个棍子 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们 两个棍子绑紧 在顶部给它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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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基本上把八个棍子都固定好 把它钉捞了 一定要把它钉捞 而且一定要把它们固定好 绑好 这个基础部分很重要 如果是基础呢 没有给它固定好 后边呢 放上那个铁架子以后就很容易不稳固 然后再放上那个铁架子 现在我开始把这个铁网放到绑好的架子上 然后再放上那个铁架子 铁网放上去以后呢 我现在开始把铁网固定在这个木棍上 用绳子把它们绑紧了 每一个铁网之间呢 都要拿绳子给它们绑起来 绑固定 然后呢 然后呢 把铁网呢 也要跟木棍呢 绑牢绑石 让它们呢 一点也不会晃动 架子搭好了 架子搭好了 最后一步呢 一定要去检查一下 每个棍子都晃一晃 如果是说它不晃动 就说明呢 这个架子很稳了 大风大雨都没有问题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给大家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集中 请点赞 VEN